要學習外文 所以呢 但是呢 他們的這個外文學習 跟台灣不同 你們先看右手邊 這個樹 看起來它的樹葉 有點像是巴掌 有點有五個樹葉的 三個 它是三個 它是像筆三的 這樣子的 它那個呢 是無花果樹 那現在右邊 在這個柏樹 後面的那個 小小的 樹葉小小的 然後背面 樹葉的背面 呈現綠色的 現在中間這一區的 這個也是 那個就是橄欖 那是橄欖 接下來 從今天開始 明天後天 你會看到 非常多的無花果樹 以及這個橄欖樹 那他們的學習外文 台灣是強迫 大家無論如何 你就是學英文 那是橄欖樹 那是橄欖樹